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觉得很幸运耶 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因为我十年来一直我都觉得我在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从来也没想过入围 然后还拿两座奖 然后给我一点时间我沉淀一下 然后对 我还是会继续跟团队 然后跟所有爱做戏的人为了爱看戏的人服务 对 继续做好 至于戏剧节目女主角奖 就由钟一玲凭着我的婆婆这么那么可爱 灵魂人物彩香奴德 这次更是她第三度执下事后宝座 钟一玲上台拿奖时更激动爆哭 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对于这个戏的喜爱 包括其实我刚刚讲说所有的媒体记者朋友 我真的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爱意这样子 然后这个戏很幸运的到大家的支持跟鼓励这样 然后很开心可以接到这个角色 我真的觉得是演员梦寐以求的角色 那我觉得我在一路上受到很多人的爱跟鼓励 给了我很多希望在表演的这条路上 虽然我有点胖胖的但我现在觉得就是 她其实是一个助理的 游蓝团浪花兄弟出生的Darren 邱海伟 转战戏剧多年演技中获肯定 奪得戏剧节目男配角奖 至于选择曼书就凭着收放自如的演技 勇奪戏剧节目女配角奖 以成为人母的曼书就说发觉自己有不少蜕变 其实认真讲好像真的是成为 就是自己在成为母亲之后 好像有某个开关被打开了 以前太会很严格很严肃的在面对生命 这一个课题 就是人一定要很严谨的就是去做一件 每一件事情 那好像就忘记了情感这个部分 直到就是当了妈妈之后 对于很多很自然的那种感情的流入 然后是没有办法去克制的一些 不管愤怒啊开心啊感动 她好像就是打开了 那这件事情对我的表演好像真的就帮助到提升了我 综艺节目主持人由盐亚伦 吴山鱼和唐乙洋奪得 早前公布分信的Sandy 喜事一浪接一浪 今晚已经拿了人生第三座金钟奖 爱情事业两得意的她 不知道是不是被奖项充分头脑 竟然忘记了多谢爸爸吴中倩 我忘记感谢我的父亲了 我本来写了一大段名言 什么虽然过去过去 虽然未来未来 但是现在现在 然后后面还想好要讲说 爸你现在可以以我为荣了 结果没想到我爸就 那一段结束他就回家了 所以我后来想说算了我就不说 但我讲很快就是谢谢我的父亲 因为他让大家更容易看到我 过去大家都会说我是有很好的搭档 然后都是前辈他们可以带着我飞 现在我跟另外两位 我们不只是一起飞 我们是成为了一个世界上 最莫名其妙的奇迹 但我真心非常谢谢公事 谢谢评审谢谢金钟奖 我今年三十一岁 我有三座金钟奖了 谢谢 已故艺人小鬼黄鸿星 凭终艺玩很大 最后一次提名益智及实景节目主持人奖 他的好拍档Kid 除了带了象征小龟的公仔 一起走红地毯之外 更要留位置给他 希望可以成功夺奖 可惜最后小龟以一分之差 输了给曾国成 你知道刚才我快哭了 我上台前我一瞟过去 谢谢他们 我的眼神是充满了激动和感谢 但是我瞄到他跟Kid中间放了一个 一个 那个黄鸿星在他设计的一个公仔 哎呦 我觉得 啊 觉得 对黄鸿星不好意思 尤其九月 九月中又是他的季日 刚好对年 对小龟不好意思 但我会跟他分享这个喜悦 我相信过得他应该也会很高兴 我想 迷你剧集《做工的人》 这晚共夺四个奖项 李鸣逊首次以台语拍剧 就成功拿到迷你剧男主角 身处新加坡的他 都透过荧幕隔空分享得奖喜悦 谢谢所有的评审 再次给我的肯定和鼓励 给我这个机会 冒着生命危险 对于把这个角色交给我 让我可以出演一个 这么好的作品 因为真的是为了你这个角色 为了他的台语 为了我的台语 奔波劳度辛苦了 我知道我知道 至于迷你剧女主角 就由演过无数舞台剧的 徐燕玲奪得 而金钟掌照舊有回顾 已故艺人环节 播出片段表扬他们的成就 上个月离世的金钟侍弟 龙少华 亦最后一次出现在金钟掌 大银幕上 金钟掌竞争激烈 红地尖上女星们也博到尽 增严斗丽 不少女星今次都以 Deep V造型亮相 刘品妍更以大鱼领战衣等场 经验全场 而Sandy和林宇熙 就分别以银枯色 Deep V离服 和银蓝色 星空离服亮相 温精灵就继续以 性格路线延伸 一身黑色连身服装 加上Deep V造型 中性得利又性感 而红地尖最多人讨论的 还有謝二分 她的造型和荷里活女星 阿德里夏萍 愚出一切 魅力十足 而李雪就以中门大开场镜 令人看得火烂烂 而男星方面 严压伦银灰色头发 令人眼前一亮 加上全身粉金色的造型 以及空前大Deep V 输出见石的空肌 完全不准任何女星输舌 郑元昌就以最稳妥的黑色西装 冠仔骨骨亮相 我也有 我也有